期間的話我們也會有包含了模擬機的這個飛行的示範及操作 好那我們現在把時間交給Jerry教我們 謝謝各位 謝謝各位 那我們第二場的講座呢 是用A320的模組搭配FSX 來做一個Demo 那當然FSX有些人會覺得 它只是一個遊戲 但是我個人覺得 它裡面還是有一些東西是可以接近為真實的 所以它還是有一些參考價值的 所以對我來講我認為FS或者P3D 或者是X-Prime 其實它你要去看它真實的部分 至於說它不真實的地方就忽略它 比如說像以前有些小朋友跟我講說 叫那個FSX很超啊 那個什麼747400可以飛到6W 然後我說沒有人叫你飛到6W 對那至少對我來講 它飛的還蠻準的 對因為我去看它真實的地方 好 那我們講座開始 首先呢我要先介紹一位重量級人物 我們的台北競場管制員 對不對 到Center嗎還是 台北競場 對 台北Approach的管制員 李鴻明 李大 明大 先借用一下 大家好我是李鴻明 大家可能比較熟悉我叫做明 在網路上明 然後有一個部落格叫守護天空的影星人 現在沒有什麼在寫 因為都會被上級關切 所以就沉積在那邊很久 但是 對 對 對